2023的F1賽季 大家的焦點都落在紅牛身上 因為他是暫時贏了18場 但是與其說這個是紅牛王朝 更貼切的形容應該是韋之塔本王朝 因為這位三屆的世界冠軍在剛剛過去的墨西哥站 破紀錄單季贏了16場 積分榜也是搖搖領先 相反他的隊友佩雷斯雖然駕駛著同樣的賽車 但是就在季初贏了兩場之後表現一直走下坡 除了未能再贏一場之外 更加無法跟上韋之塔本 在第四站亞塞拜疆贏完之後 只有五站可以上到頒獎台 近幾站更加是災難級的表現 令到他連全年度總亞軍都未必能守得住 今次的主場比賽更加是首圈出局 而更不幸的是有傳挑戰他位置的力卡道 這一場有極佳表現 現在更加是有傳他已經落了鑊 來年都未必見到他 究竟今年靈靈還想挑戰一下總冠軍的Checo 會不會在2024年連位置都沒有呢 這次我們就來看看他的形勢 當我們一直都很留意海外的比賽的時候 其實香港都很快舉行賽車 World Rally Cross 最終戰香港站 下個星期就舉行了 所以我和L老003個 會在今個星期花一點時間 和大家來一個World Rally Cross 前哨準備 其實我在年頭的時候已經出過片介紹 Rally Cross 一個比賽項目 今次不如就重點說一下 World Rally Cross 來香港之前的形勢 今年的世界錦標賽已經舉辦了五個回合的比賽 咦 為什麼只有五個回合 因為在今年的英國站之前發生了一個意外 9屆 WRC 總冠軍 Sebastian Loop 效力的Special One Racing 他的車房發生了嚴重火災 導致兩部賽車全位 FIA 為了確保賽車安全 決定取消三場比賽 並且在南非和香港站改用Seroid X1的賽車 這部車雖然馬力沒有原本的RX1E大 但是車小一點 可能更加適合香港的集賽道 更重要的是他會更加安全 可惜的就是車被燒了的 Sebastian Loop 這次是來不了 但是其他車手都是十分值得關注的 現時總成績領先的就是賽事的大熱門 亦都是衛冕世界冠軍Christopherson 他在五個回合的比賽當中贏了四次 另外一位港澳車迷比較認識的車手 前DTM冠軍Timo Scheider都會來 另外都要留意來自瑞典的Hanson兄弟 其中弟弟Kevin Hanson 更加是位處總成績的第二 而另外值得留意的還有前WRC世界冠軍 Marcus Granholm 歌項舞的兒子Nicolas Granholm 還有他的隊友早前也有來香港幫忙宣傳的唯一女將 瑞典車手Clara Anderson 他們將會在11月11至12日 在中環海賓的特別賽場來個最終決戰 聞說門票都買了七七八八 買不到票的朋友不要緊 因為開TV是有現場直播的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看到兩天精彩的比賽 記得在2020年年尾 當我們得知剛剛得到第一個F1分站冠軍 給當時的Racing Point無情放棄的貝雷斯 會在2021年加盟紅牛 是多麼為他感到高興 覺得他守得雲開見月明 也覺得紅牛終於有一位2號車手 是真的幫到韋斯特換 而在2021年他也真的幫到手 其中有誰能夠忘記 亞布澤比死頂咸美頓兩個圈 Check code is a legend 成為國防部長那一刻 在到2022年他也贏了兩次 就算最終失落全年總亞軍 但當時更多人是怪責Max為什麼不養車 這樣的表現也令到他得以續約至2024年底 就到今年年初 頭四場有兩場勝仗 而且都是街道賽 令到他有街霸的稱號 而在5站之後 他也只是落後韋斯塔本14分 當時的他是Max唯一的挑戰者 也真的不誇張 不過一直膨脹中的信心 就在一場比賽之後被人打爆了 在第六站摩納哥站 是佩雷斯擅長的街道賽 也是他去年贏的比賽 他竟然在Q1就撞車 正賽也追不到上來 然後他的表現就大跌窩了 由摩納哥站起 連續五場的正賽排位賽 都入不到Q3 之後就算入到Q3 都未曾試過排到頭排 今場在主場墨西哥排到第五已經是不錯了 而這麼差的排位也有直接影響他的成績 至第五站之後 佩雷斯只上過四次頒獎台 而Max除了一場之外 其餘是全勝的 而在第五站之後 佩雷斯也只得135分 涵美頓、紳斯和羅里斯 在這段時間都被他得多分 雖然為紅牛提總贏得 車隊冠軍出了力 但現時就算只是Max的分數 都是大幅拋離平治整隊 和Max破紀錄的統治力相比 佩雷斯這半年的表現絕對不合格 是的 車隊和賽車是圍繞著Max 是的 這部車的操控的確不適合佩雷斯 但這樣下去 對車隊來說 都真的要想想 2024年是否真的繼續和佩雷斯合約 而這個時候又真的有人可以升任這個位置 Licardo在今年暑假之前 取代頭10場表現不好的Nick De Vries 回歸F1賽場加盟AlphaTauri 本來就已經覺得他是離比壓力佩雷斯 畢竟他和紅牛有以往的關係 也是韋斯塔本的隊友當中對他威脅最大的一個 他雖然經歷過麥拿倫失望的兩季 但他的人氣都還在 實力都在Testing和Simulator當中證明在 所以他在貴中回歸 一方面可以給國田一個好的指標 也可以逼下佩雷斯 對紅牛來說 絕對是百利而保一害 不過他在暑假之後 在Sanford的受傷 就令到紅牛原本的算盤打不響 更加為代班的Lawson的好表現 令到紅牛陷入兩欄 迪卡道最終在美國站復出 成績不好 但那個只有一場practice的Spring Weekend 還要是首場相遇復出 賽車和人的setting都未去到最好 但今場墨西哥卻發威了 首先這部AT04 其實在升級之後已經好很多了 這一場更加是大放異彩 歷卡道不單打入Q3 更加最終是排第四位起步 只是落後比韋斯塔本一位 比兩部平治都快 最重要的是比佩雷斯快 我想這一下真的好像一刀 堆落佩雷斯身上一樣 駕駛小牛的賽車 贏了大牛的人? 而且在Q3 歷卡道是沒有了國田幫他拉響的 是純速度 直路輸你10kg不要緊 都可以照贏你 我想這一下對佩雷斯來說 真的一個重大打擊 歷卡道其實都在麥拿倫掙扎了兩年 主要都是因為賽車的操控 不適合他的風格習慣 而Alpha Tower的賽車 雖然整體是不及得上麥拿倫 但卻是令到歷卡道很滿意 有信心駕駛到賽車的100% 令人感覺到大師兄回來了 而去到正賽佩雷斯竟然連T1都過不了 而歷卡道如果不是紅旗的話 絕對是有機會拿個前五回來 最終也拿到第七 是車隊今季最好的成績 而最後他挑戰羅素 雖然差一點點 但是表現都令人拍攔手掌 當然這個都只是一場的好表現 都要看整個賽季 最後幾場才可以真的下定論 不過我想車迷門都已經有定論 越來越多人叫紅牛 直接叫歷卡道吊上紅牛 然後小牛就可以叫Rosen回來 原本都覺得沒什麼機會 但近一兩日事情真的有點新發展 就算佩雷斯近半年的表現不好 紅牛的領導層都說 2024年佩雷斯會跟他們繼續比賽 畢竟他的合約是到2024年尾 而AlphaTauri也在日本站的時候 一早就宣布了 來年是葛田加上歷卡道 看似一切都塵埃落定 但是近日的發展就令人覺得 咦好像真的有點變數 首先有傳 如果佩雷斯連亞軍都保不住 他就要走人了 畢竟今年紅牛賽車那麼厲害 紅牛就肯定想要一個他們未曾有過的成就 就是同隊的車手成為當屆的世界觀亞軍 因為連華迪爾和韋伯的組合都沒有試過 所以佩雷斯拿不拿到亞軍是有很大意義的 而現時佩雷斯只是領先俠美頓20分 還有三場加一場Sprint 以現時俠美頓的勢 反超前是絕對有可能的 而如果不是上場俠美頓被DQ的話 已經是單位數字的分差了 但近日傳出的是紅牛連這個都不看了 首先在星期日賽事完結之後 西班牙的資深F1記者Albert Fabrega 出了一個Tweet 翻譯出來就是 我不願意相信在賽場聽到的傳聞 No 但就不說什麼 所以要引爆了F1的社交媒體 不同的車迷都在猜和找蛛絲馬跡 現時傳的東西都很多 包括佩雷斯已經被Out 更瘋的是艾朗素跟他換 因為Aston Martin一賣盤 艾朗素都不會流 總之這幾天F1 Twitter是瘋了 究竟是關於什麼呢 另外又是不是真的關於雷斯事呢 現在官方消息那邊 都是否認有任何2024年的改動 但現時真的流言滿天飛 連我們的內部線人都是聽聞了少少東西 所以可能真的有事會發生 究竟會不會真的有爆炸性的消息 還是全部都是流料呢 那就等多一會吧 其實在這半年 當有些批評佩雷斯的聲音出現的時候 都會有人指出 就算他多不行 他都至少還在第二 今年拿到兩次冠軍 都不用那麼快被炒吧 其實本來我也認同 但近幾場我就真的覺得有點too much 而且大家對2號車手Wingman 是有一個standard的 有example的 就是好像巴里基勞 或者是寶達斯這些 慶斯就算比1號車手慢 都不會慢很多 是可以給對手壓力的 而在1號車手不行的時候 可以挺身而出 幫車隊拿到分站冠軍 而佩雷斯這幾年 就不是太做到第一點了 就算是大家津津樂道的2021年 佩雷斯很多時候都跟不了 幫不了太多 而在這兩年 紅牛有優勢 他的表現都是這樣 對 是比之前的加斯里和艾邦好 但大家同時對他的期望都高了 再加上現時等的 是引氣王四萬個 更加令到車迷覺得他要走 歷卡道入 最終會怎樣 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今期節目差不多了 大家又覺得Checo 是不是值得繼續2024年的合約呢 你又覺得歷卡道經歷兩年的低潮期之後 他自己又值不值得在紅牛有個second chance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還有今季繼續有盤我講賽車 逢星期二九點半 繼續有我和Cynthia 一起講賽車相關的項目 大家記住留意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按鈴鐺 按鈴鐺先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就更加好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也可以加入會員 或給我做Superfans 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 我們下支影片見